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扁破31.6 而且正在往32来做卖进 那么随着美元指数当前已经来到接近114块的高点 那也就代表着对于国际股市的沉压力道会持续的增大 可是这也要值得观察一件事情 那就是真正导致台币持续走扁 而且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目前提款速度来得加快的原因 其实就来自于台美利差的持续扩大 我们看现在台湾重贴线率大概就是1.625%左右 可是目前美国的重贴线率已经来到3.25% 而且预估到年底就会拿到4%以上的终端目标值 如果利差持续的扩大 就代表着将资金放在美元系统能够拿到的利息 报酬配息会来得更多 那也随之而来的就形成台北股市目前短期内的急速的卖压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台湾央行最终指选择升息半码 而并不是升息一码呢 当然他有他的政治考虑 不管是房贷足 不管是租金价格的上扬 或者对于台湾内部经济冲突 为了避免持续的扩大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件事情 其实央行这一次有特别提到 随着通膨在下半年逐步的下滑 台湾的通膨可能已经在明显下行格局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一下央行近期所公布的旅监师会议报告 看到在8月份 其实在CPI的分项因子当中 最为明显下滑的就是食物类的通膨 从当时在7月份的7%下滑到4.86% 那为什么食物类的通膨下滑力度来得最快 难道真的如央行所说的 全球的大宗资产价格的下跌 已经开始影响到CPI的走皮吗 其实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食物价格 食品价格 农粮价格 也不像是能源价格 下滑的力度来得如此之大 之所以8月的CPI年增率有所下滑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今年台风相对去年来得少 去年台风多 所以8月份受到台风的缘故 造成农产品价格呈现 积极相对较高 但是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在今年基本上 真正有比较严峻的台风 对于农产品价格有影响 大概就是今年中秋前 前一个礼拜的那个台风 雨势稍微大一点点 但去年台风来得多 所以农作物积极高 那今年比较少 那当然 食物价格的下滑幅度 就看起来来得大 但是台湾毕竟还是以输入性通膨 作为目前通膨的主要来源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其实通膨也没有下滑到一定程度 所以虽然我们从图表上看得很清楚 当前的重贴线率 的确在1.65% 似乎有一点缓步的走升 但是针对全球的利差 相对来看的话 仍然利利水平 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也由于利差的持续扩大 加上台湾内部的通膨 仍然有可能持续发酵 形成目前在新台币资产上 非常明显的外资的流出 目前外资整体卖出金额 已经来到1.2兆了 所以过去6年的总和 所以这个时候 要值得来观察的一件事情是 那我们要怎么来观察 接下来在行情变化上 我们对于台湾下半年经济的看法 首先我们从今年上半年 跟下半年来进行对照 其实会发现 下半年的经济甚至比上半年 还要稍微好一点点 那原因其实是来自于疫情 上半年有许多 因为疫情所冲击的一些产业 本身经济成长无法打开 下半年由于疫情的流感化 其实本身影响冲击 已经没这么大了 不过在明年2023年的 经济成长率预估 会从今年的3.51下滑到2.9% 至于在内需的贡献方面 其实官方也看得很清楚了 民间消费上半年 是比下半年来的差劲的 下半年预估会接近翻了接近三倍 主要还是来自于疫情的缘故 那明年还是有可能持续在增长当中 当然这个民间消费 有更大原因可能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那物价变贵了 大家花的钱当然也变多了 但是最为明显的 其实是民间投资 我们看到民间投资上半年有占2.18% 下半年已经下滑到0.64%了 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来自于目前的 存准率的上升速度 所导致银行月益借贷的意愿开始减弱 毕竟要拥有更多的存款准备金 在这种状态底下 随着利率水平的高升 即便为什么我们说 台湾目前重贴限量率 也升个两码多而已 但是却对于台湾内部的 央行内部的共识 却反而认为升息力度 已经来到相对尾声 或者不必再进行如此大举力道的升息 一个最词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即使利率没有再进行调升 但是房市见顶的迹象 已经有一点开始涌现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今年第三季 台湾房市房价的变化 我们看到的红色线 是房市的成交量 那么蓝色线是房价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今年第三季 包括台北市 新竹县市 台中市 房价都已经有一点见顶的迹象 至少没有再持续的创高 但是看红色线 不管是台南新竹台北还是台中 都有非常显著的亮缩迹象 目前台湾房价仍然在持续走高的 只剩下台南市而已 所以如果亮缩已经形成 台北 新竹 台中 房价已经见顶的话 这个时候几乎就可以确定 房价应该已经来到 本波波段的新高了 这个时候 如果利率水平的持续拉抬 可能就是央行相对比较担心 房价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我始终认为台币本波的贬值段 它不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因为一国内部的汇率情况 其实跟一国内部资产长期的品质状况 是呈现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成长 中长期是向上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台币长期以来是走深的 那目前台币的走贬 其实是来自于美元的走强 不来自于台湾内部基本面 有多疲惫导致的 我们观察到从1998年以来 整体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 其实中长期它算是一个 缓步的走深格局 就来自于台湾本身在基本面上 其实是有逐步增长的趋势在 那目前就是低于这条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的确从中长期来看 台币可能要保持半年 甚至到一年到两年的走败水位 但是中长期它回到上行格局 也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按照周期的角度就很明显了 通常台币走贬年 像是18年 像是15年 像是08年 都是受到资产大幅度抛售的时期点 那么你要如何确保到时候 你能够赚到股市的价差 同时也可以赚到汇差呢 当然就是在台币走贬的时候 针对台北股市来做一个 相对适应性的建仓了 这个是目前的看法 好了我们其实讲了一下央行的佛系升息办嘛 加上本轮利差的持续打开 对于台北股市当前的情况 其实的确不是特别的乐观 可是我们过去常常会提到说 随着利差的扩大 应该对于银行股 它是会有适度的显著的拉抬的 比如说我们来观察 最近8月份金融业的整体营收情况 其实你还是看得很清楚 普遍衰退幅度是大的 可是衰退幅度比较小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银行型的金控 比如说华南金 玉山金 兆丰金 台新金 永丰金 第一金 日盛金 和库金 那这些金控 它主要营收来源 是来自于银行部门的营收 所以利差扩大的确受到冲击 没这么大 顶多就衰退一成多 但是你像是富邦金 国泰金 衰退幅度都是五成以上 因为本身具有明显的 净值上的衰减 那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 在整个升息周期当中 过去的升息循环 其实股市的表现 都不会有太差劲的表现 通常是等到要降息的时候 当下股市才会有 比较显著的下滑 我们看到在过去 几轮的升息循环 像是15年 一路到17年 或者从04年 05年一路升到07年 基本上在升息循环当中 股价它都有一个 比较显著的持续走升 也就代表在过去 升息循环当中 好像股市的表现 并不是来得如此之差 正好相反 正因为股市能够承受得住升息 所以才会长期的升息循环 在这种状态底下 的确好像对于金融指数 没有太大的伤害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已经很清楚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现在市场上针对目前全台湾 受险净值的衰退 预估明年的现金股力的配发 大概会从今年的2400亿 下滑到1000亿到1200亿 也就是说明年的配息可能只会有今年的一半 好那冲击就来了 到底是不是所有金融股能够拿到的配息都会减少一半呢 并不是 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受险部门 我们看到在整个22年受险业上半年的净值衰退 从当时的2.5兆 现在衰退到1.26兆 也就是如果净值已经砍半 那么获利水平照理来讲 也至少要是砍半以上 这个时候可以发出的现金股力 肯定也就只剩下今年的一半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到 在整个受险部门当中 你像是富邦国泰开发 今年跌幅都已经明显大过于大盘 富邦金跌了2.5 开发金跌了2.6 国泰金跌了3.0 当前殖利率也是来得比较高 分别有6% 7%和8% 那证券部门的元大金 今年跌市也来到2.0 进入熊市 当前殖利率有9.14% 不过台北股市短期的成交量 本来就难以做一个显著的拉抬 甚至在未来更加恐慌情绪当中 成交量甚至可能会持续的缩小 所以元大金只能说 它是一个相对的低档位阶 但是不能说绝对低点已到 那包括受险部门的富邦开发国泰也是 因为你无法断定目前的景气区间 但你至少可以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受险部门 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控股 跟证券部门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控股 今年所稀释 所接收到的利空冲击 算是蛮多的 所以存股足这个时候 你要优先进行金融股的布局 应该以受险和证券 作为主要的方向来进行投入 至于我们回过去 看一下银行部门的营收 银行玉山金和兆锋金 今年跌幅真的算轻的 甚至都在5%以内 当前资利率也大概就只有4%左右 随着股价并没有大幅度的回挡 也造就它的当前资利率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明年会受到明显这种 现金股利配发砍半 应该就是属于富邦开发国贷和元大 这一些个股因为受到利空冲击 较为明显了 受险业的净值也衰退的幅度相较快 那这会导致明年现金股利配发 少一半的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些金控股 至于银行部门的话 可能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明年的配息会差不多 那你本身所稀释到的股价也不会差太多 但是如果现在是要加紧进行 存股的投资朋友 我反而会建议投资朋友 往这个受险和往证券的方向 来多做一些布局 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办法 其实各位还是可以理解了 我们看整个中长期格局来做思考 台湾的金融金控股 还是有这种金金并大整合大的趋势所在 包括富邦和国泰 我们过去看一下 各大集团的总资产排名 其实目前富邦和林元 林元就是底下的国泰集团 现在来看 仍然是在全台湾当中 资产排名数一数二的 那近几年富邦是大举的超越了 这个林元集团 也就是说这些大型金控 包括富邦林元和中信 本身都因为有大者恒大的趋势所在 那如果他遭遇比较显著的利空冲击 至少我们也可以承认 接下来他如果在牛市氛围回来之后 能够拥有的报酬率 相对来看可能是更为显著的 所以我们今天从大到小 从宏观到围观 来跟各位叙述 现在台湾央行所采取的半马升旭 对于台北股市所产生的伤害 但是这种伤害它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 而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现象 所以为中长学的投资者 你只需要去思考资金投入步调大小的变化 但是买反而是肯定的 那至于对于趋势操作者来看的话 当然可以参考其他的方向 只不过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一段时间 就是说在一个大空头当中 熊市当中往往都会有莫名其妙 一层甚至两层的中期反弹出现 这一波肯定会熬死人 相对于具有时间成本者 那另外一个方向 正来自于关股 以及国安基金的护盘力道 随时都有可能在其中选举 或者我们讲九合一选举前 对于股市会有非常显著的拉抬力道 各位要想一件事情 如果政府的确他是有考虑采取相关的 进攻力政策的话 他会选择在选举前 还是选举后再来实施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探讨到围观 在整个金融股层面 的确好像银行股今年所受到的 利空冲击没这么多 那但是配息也会减少啊 所以明年受险证券拿到的配息会减少很多 可是如果你要加码来进行存股 随着利空冲击股价下滑来做建仓的问题 反而我会觉得授权和证券比较适合 银行部门虽然它有利差扩大的一个拉抬 但是随之而来的景气走皮 也会使得借钱的人意愿开始减少 从刚才的民间投资其实就看得出来了 我们提供这些内容给各位 也建议大家做一个更审视的思考 在一个行情难得一见的极端值 我们更需要去思考如何放大自己的目标 托斯卡兰尼说过 投资你在买股票的时候要有浪漫的想象力 那卖股票的时候要有理性和现实 那中间呢中间就要学会睡觉 大家睡得已久 股市已经盘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股市持续破底的同时 我们就要来观察 现在从情绪的极端值 有没有来到一个相对的顶点位阶 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和借鉴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金华尼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甲再相见 拜拜